今天,让我们从太空观察一场, 镇刻于这个蓝色星球的伟大事件。 中国提出倡议, 一百五十多个国家, 三十多个国际组织参与, 覆盖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修筑新道路, 新港口, 提供清洁能源, 丰富公共设施, 建设升级勃勃的城市, 一切努力旨在提升人备福祉。 改善交通格局, 提升贫困地区发展水平, 在贫敌之地进起学校, 在贫瘠努力, 晕化农业生产效, 帮助一个又一个国家, 更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在许多国家推进, 可持续能源替代进程, 使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产业发展, 进行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全球之力观, 助力世界和平稳定, 与共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 让我们的共同命运紧紧相连。 开罗以东, 夜色暗沉的荒漠中, 微信捕捉到一处光亮, 在过去八年中, 不断增长。 从太空看去, 巨大而整齐的图形, 见此显现, 这就是埃及新行政首都。 中方团队参与建设的其中, 最具雄心的项目,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以及作为非洲第一高楼的标志塔。 十五千年来, 埃及的人口, 城市, 文明, 主要聚集于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 今天, 首都开罗拥有超过两千万人口, 是世界上最拥挤的都市之一。 新行政首都寄托了埃及人民 对国家未来的想象。 一座美丽的城市, 一个创新中心,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和高品质的生活。 距离新首都约90公里, 另一处夜光过去十余年间也加速扩张, 就在苏伊士运河河口一片荒凉的土地上。 一座带动约五万人就业的产业员拔地而起。 十年间, 中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成功开展一大批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 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卫星摇杆大数据显示, 大多数合作项目连同其周边地区, 夜光增长超过埃及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是, 合作项目激起周边地区夜光变化, 呈现增长或保持稳定。 也有一些合作项目远离亮度快速增加的都市。 在城市边远或平原地区, 默默散发光亮, 服务民生。 自太空遥望地球, 夜光直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态和水平。 而从欧亚大陆到非洲, 从太平洋到地中海, 黑夜中的光亮, 表达着不同文明, 对于人民幸福, 民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共同期望, 觉醒与行动。 文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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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繁荣。 文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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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繁荣。 文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国家繁荣的国家。 文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国家繁荣。 流连在泰国登上火车 一路向北 便捷而经济的铁路货运 成为东南亚国家 向中国市场销售水果的最佳选择 中老铁路开通以后 在东南亚的物流方面 通过铁路运输 物流时效大幅的提升 货运成本大幅的降低 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可以通过铁路 直接运输到我们国内 比传统的物流时效 提高了两天左右 从中南半岛到南亚斯大陆 从亚欧大陆到非洲大地 广袤的土地和悉数的交通设施网络 形成巨大反差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 制约本国发展 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 共同面临的难题 发挥交通先行作用 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透露 让贫困地区经济民生 因路而行 来自中国的宝贵经验 成为一带一路合作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 重要理念和方式 将设施联通作为优先方向 通过一系列重点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有力提升当地基础设施水平 助力更广泛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人口大数据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这些项目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 通过跟踪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后 投入建设或运营的 603个互联互通合作项目 未请观察到了 年均5.96%的人口增长 每一条铁路或公路 都带动一连传城镇诞生 或扩张 人员、资金、知识和技术的互通 使贫穷者看到脱困的输光 获得浅写的机遇 以星瑶、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公架 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路、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不断完善 六郎六路多过多港的互联火龙架头基本形成 成为推动区域繁荣的云青 地球上 约71%的面积 是海洋 大部分贸易 依靠海运进行 海洋连通世界 港口则是关键枢纽 斯里兰卡西部 科伦坡港 卫星拍摄到一艘万吨货轮 正在离港 2014年 由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 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 竣工运营 当年带动科伦坡港 吞吐量增长14% 填海面积 即270公顷的 科伦坡港口城 同年也启动建设 船舶发出的航行信号 被卫星所接受 从太空描绘着 这座港口的运行 中东的石油 东亚的手机 地中海的葡萄酒 大洋州的小麦 在此汇聚擦肩 石像新市场 新天地 作为连接印度洋 和太平洋的交通属牛 科伦坡港就这样 促进着全球贸易的发展 促进着全球贸易的发展 中国企业接受港口运营 中国企业接受港口运营后 设施更新 业务扩展 带来大量就业岗位 如今 它已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 通过建设 比雷爱富斯港 以及赛雄铁路等 路上设施 中国与中东之间 有了新的贸易通道 它比途径直步骆驼海峡 在西北欧港口中转的 传统路径 缩短了7至10天 尽管全球贸易 面临严峻挑战 但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港口 机场 铁路 公路 和物流枢纽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 将使参与国进的贸易往来 增加4.1% 高于全球贸易额 同青年均增长率 从太空中俯瞰 一座座建设中的港口 清晰可见 与海同生 向海而行 共建一带一路 正为人类 开放全球繁荣发展 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气候变化 正给全球生态 带来严峻挑战 超强降水 持续干旱 飓风 雪灾 冰甲断裂 冰川融化 对于多数电力供应 仍存在不足的发展种国家来说 绿色能源建设 既能保证经济和民生所需 又能助力可持续发展 哈萨克斯坦东南部 阿拉姆土州的 卡普恰盖 巨大的光伏板 被卫星所观测 这是该国单体最大的 光伏发电项目之一 我决定选择 这些公司 因为我看到 这些公司 是黑色的 我非常感到 这些公司 在哈萨克斯坦能源丰富,煤矿和船孔燃煤电厂集中在北部。 而南方人口众多,用电高风起,有时不得不从邻国进口电力。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 中方参与的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已超过1000兆瓦。 目前,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能源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传统化石能源。 中国已在发展中国家起,10个地坛吃饭区。 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取名额的合作项目。 就是捡许色绿色绿色绿绿绿绿麦形颗inkles để視乡 betop. 中亚等原本环境脆弱的地区 合作项目往往是所在区域首次出现植被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群星之中地球仍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绿色发展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关键 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促进双边和多边绿色合作 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太空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视角 帮助我们观察共建一带一路 这一壮阔行动 全球性的大数据计算 则赋予我们客观分析评估的科学手段 以十年为跨路在全球境位下 我们看到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影响 和深刻变化 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 共商 共建 共享 跨越不同文明 文化 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差异 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 搭建其国际合作的新框架 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